青藏鐵路上的版導員即是保障火車安全行駛 不過隨著青藏鐵路逐步實行智能操作 版導員這個職業即將走入歷史 今年56歲的黃光華和同事要負責青藏鐵路 這個車站裡面9條專用線 18組道差的轉換和保養工作 每日確保近500班貨運列車安全行駛 黃光華熟練感打開導叉鎖 推動拉杆板動導叉 確認導叉轉換到正確位置之後上鎖 面向火車揮動信號旗 等火車通過叉鎖之後再復原上鎖 這套動作黃光華在10年之間重複了3萬多次 作為高原版導員 風吹日曬 昼夜顛倒 都是家常便飯 最難捱的是雨雪天氣夜間作業 雨雪扑大臉上面 幾乎抹不開眼 還要確保每次版導都要被降軌無縫銜接 這個干涸工業站又處在四面環山的小氣候環境裡 它會有雨雪比較多 而且雪量比較大 對設備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因為是高原缺氧 所以在體力上來說可能有些影響 現時青壯鐵路大部分導叉已經由人工版導 逐步變為遠程觸控的電動轉設機 全路段只剩下26個版導員 其中19個都是在金河工業原站 黃光華和同事將會在一兩年內全部轉到其他崗位 人工變軌將會成為歷史 無線電視記者彭建華報導 總統